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对权力的贪婪登峰造极 虽处处模仿毛泽东 唯独在自信上模仿不了 拨开包装后看真实的习近平 习近平为什么爱当小组长 小组治国可一杆子插到底 集体领导变为军机处 胡锦涛太胆小 胡春华早搓跌 红二代团派早就被团灭 接下来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台湾上报发表邓一文的文章 习近平处处模仿毛泽东 唯独在自信上模仿不了 没被他重用未必是坏事 文章说中共二十大的人事安排 让外界大跌眼镜 潜讨人事预测的失误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轻视了习近平 尽管在做出常规预测的同时 也认为习家军有全面上位的可能 但中局觉得这个是个小概率的事件 这种安排对习近平也未必有利 还是轻看了他对权力的垄断程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 习近平的政治局班子 全部安排自己人和民主政体 靠选举当选的总统用人 其实是一样的 后者基本也是在自己的党派和熟人圈子里 特别是对选举有功的人中 挑选内阁成员 表面看两者确实有一定的相似性 既然觉得后者的内阁安排是正常的 也就不要对二十大的政治局班子打惊小怪 他们都出于同一用人逻辑 但如果这样来看待习近平的这次人事布局 忽视了中共体制和民主体制的一个根本差别 即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 它没有民主政体的党派轮替和外部监督的问题 另外从中共的人事传统看 向来强调干部使用要五湖四海 习近平在报告中也说了这一点 虽然不能完全做到 但多少要体现一点包容性 将不同派系的官员容纳其中 即使是做个样子 以体现不是一家独占吃独食 可习近平完全破坏了中共用人的传统和规矩 二十大前 邓一文曾撰文称习近平要在这次党代会上建立绝对的权力控制体系 然而即便料到了这点 仍然认为绝对权力不等于绝对独占 绝对权力指的是一种总体性权力 它不等于在人事安排上 完全由自己的人马占据全部重要职位 完全排除其他派系 假如说习近平觉得李克强汪洋和自己是同辈 用起来不太方便不好指使 或者认为他们会对自己构成某种挑战 因而要他俩退休尚可理解 胡春华这个两届政治局委员比习近平小一辈 让他入场完全不影响他对绝对权力的形势 结果非但没有让胡春华入场 连政治局都没让他进 不是这样来使用绝对权力的 让人觉得无法理解 一个说法是习近平因为要一个完全贯彻 自己一直不许打折的执行团队 而将自己的亲信全部提拔上位 尽管他的连任众所周知 但也许在他看来 他真这样做会得罪很多人 其第三任期绝非坦途 内部矛盾重重 有各种各样问题 外部更不太平 美国西方对中国虎视眈眈 二十大报告看似只谈成就 必谈困难 但仔细琢磨会发现自理行间 透出很浓的危机意识 忧患意识 换言之 习近平清楚知道自己面对的险境 才会要求全党要有斗争精神 斗争意志 政治局班子要像他一样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能够经受风急浪高 和惊涛骇浪的考验 故而 由一众小兄弟组建的政治局 才能听他指挥 成为一个战斗的班子 内部危机外部险恶 需要斗争精神固然能够解释 现在的这个人事局面 然而话说回来 在习近平前十年斗争精神的熏陶下 有哪个中共官员没有斗争精神和斗争意志 敢不去斗争呢 此外 中国的内忧外患真是到了容不下 哪怕仅仅一个非习派官员的地步吗 所以 除了所谓的环境恶劣外 恐怕还得从性格上找原因 也计 习近平这个人气度狭小 至少在用人上没有大格局 当年 毛泽东也掌握绝对权力 在党内斗得你死我活 毛泽东的气度也不是太大 但还是会把其他山头的人安排在权力中心 即便做个摆设 到行江旧幕的晚年 甚至把邓小平这个党内二号走资派 从江西召回赋予实权 习近平的斗争精神是学习毛泽东的 可却没有毛泽东用人的哑量 说来说去 可能这才是最关键的一点 气度狭小完全抓权 不想外人染指 这就是拨开那些漂亮词汇包装后 真实的习近平 他常常要求别人不要弄权 要用权来做事 不要用权来牟利 但是他自己抓住权力紧紧不放 根本不同人分享 对权力的贪婪超过中国历届领导人 他为什么有了核心称号还不够 还要两个维护 有两个维护不够 还要两个确立 维护什么 确立什么 不就担心党内同僚不把他当核心 担心有朝一日大权旁落吗 习近平在很多方面都模仿毛泽东 但就是在自信上模仿不了毛 毛虽然搞个人崇拜 可对林彪的四个伟大也会觉得讨嫌 然而习近平巴不得天天有人高呼 他伟大领袖英明领袖 这骨子里表明他是不自信的 他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 一方面固然是环境使然 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内心的极度不安 这种安全感的缺乏和他青少年的遭遇有关 但说穿了是担忧权力的不稳 尽管外界看他的权力一点也没有不稳 但他担心不稳 根子就在于他当政十年 没有建立起一件真正能够写入历史的事工 毛泽东好歹为中共打下了天下 邓小平好歹让人吃饱了肚子 习近平说要让中国强起来 中国似乎是强起来了 可好像又没有真正强起来 相反他这十年是大折腾 搞得整个官场鸡飞狗跳 官不聊生 他是用一套权术让同僚们臣服他 而不是像毛泽东一样建立在事工基础上的权威 让官员们心甘情愿的服从 二十大的人事安排让人们见证了习近平对权力的贪婪和垄断 到了何种程度 对这种人必须抱一万个小心 不要哪有哪怕一丁点的幻想 从这个角度看 没被他看中与他共事 或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为什么爱当小组长 集体领导变为军机处 胡锦涛太胆小 胡春华早搓跌 红二代团派早就被团灭 台湾上报刊登何清联的署名文章 文章说 习下礼上的网络政治评书讲了将近一年 西方媒体都加入了传播行列 但中共二十大的结局表明 习近平赢了 各种评论通告 习近平不仅赢了第三个任期 还为邓小平开创的集体领导送中 并团灭了红二代与团派 但论证需要从事实出发 就以集体领导团灭红二代与团派的时间来说 并非发生在二十大 而是自从习近平十八大之后当政以来 步步为营的推进 十九大就已经基本完成 消解集体领导的第一步 通过小组重组党内视权 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军委 全是习家军 习近平曾任地方大员的福建浙江的班底 就是习家军的主将 评论多斥约 习近平破坏了集体领导 其实习近平上任之后 就没存在过集体领导 但在交接班前后一段时间 中国政界媒体无从揣测胜意 因此有了一些投石问路者 2012年10月12日 中国网发表胡安纲 中国集体总统制 更民主高效 强调邓小平时代提出的 集体领导制度的最重要特征 就是集体二资 是集体智慧而不是个人智慧 是集体决策而不是个人决策 它的实际运行体现在五大机制 集体交班 接班机制 集体分工协作机制 集体学习机制 集体调研机制 集体决策机制 11月 胡安纲作为18大代表 出席全国党代会 外界据此揣摩 这说法可能受到青睐 媒体炒作一直延续到2013年11月 但习近平显然为采纳胡安纲的建议 从上任之后就忙于成立各种小组 重组内部视权 到2014年3月15日为止 他先后出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小组 网络安全和资讯化领导小组 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 等各种小组组长 甚至还兼任了一个外界没太注意的 钓鱼岛应变小组组长 2013年5月搜胡网搜集旧文 编了一集《小组如何治大国》 该集介绍 小组是中共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 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 级别不同的小组拥有的权力也不同 国家领导人亲任组长的小组权力最大 该文并不避讳这些小组的神秘性 机构设置在官方资料中先有详细记载 公开报道更少之又少 这些小组既不挂牌子 在党的组织机构名录也找不到他们 众多小组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也不单独确定人员编制 很多领导小组虽为常设 但并不需要日常办公 多数只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题时 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 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 该文用寻常无踪迹大事献真身 十个字概括以往的中共小组政治 倒也传神 这件事当时国内外都予以关注 不明白堂堂的中共总书记 中央军委主席 中国国家主席之尊的习近平 为何要趋尊当一个又一个小组长 其实熟悉中共历史的人都知道 毛泽东喜欢搞运动 每逢运动必先成立小组 实现权力运作一杆子的插到底 2014年3月19日 我写了篇小组为何是中共政治的长青术 术其始末 指出各种明目的领导小组 不但是中共最高领导人 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 也是内部视权整合的重要手段 早期党史上最著名的小组 就是长征时期的三个三人团 依次为最高三人团 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的新三人团 毛泽东成为后两个三人团的重要成员 为其掌握中共最高权力铺平了道路 此后 毛泽东为了便宜行事 经常成立各种政治小组 重组内部视权 延安整风是小组政治的巅峰时期 从1941年7月开始 陆续成立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 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 干部审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等 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毛泽东一生最为人熟知的是 中央文革小组 他赋予这个小组的使命是夺权闹革命 只是其实毛已是天下第一人 不再出任组长 习近平时期的小组政治有其特点 从小组成立的密度来看 堪比延安整风时期 从其亲任组长之多来看 远超历届中共最高领导人 从小组活动的方式来看 从过去的神秘引申走向公开 通过这些小组 习近平完全打破了以往 集体领导的权力格局 将所有权力给予一身 外界视为国师的胡安刚 就因为在关键时刻会挫胜意 此后不管再怎么赞美 中共的伟大成就 但就是进不了党库的高级职囊群 第二步 隔除救治 将并肩撑制的集体领导 变为军机处 2017年10月20日 在中共十九大新一届政治局 召开的首次会议上 审议了加强和维护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 其中一条最重要的规定是 今后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 要坚持每年向党中央和总书记 书面数值 此前中共只要求国务院等五大国家机关 党组不是个人向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工作 当时自由亚洲与美国之音都报道了这条消息 这一条变化的意义在于 总书记而非政治局常委 成了党中央的唯一最高代表 政治局常委不再是地位于总书记接近的集体领导 而是需要向总书记每年定期汇报工作的下级了数 作用犹如清朝皇帝的军机处 这对确定习近平在党内至高无上地位 是关键的第二步 以后每年政治局委员们向总书记述职的消息 都会建置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报端 团灭团派始于十九大之前 团派被灭被认为是二十大的习近平三大政治动作之一 10月24日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发表一篇文章 中国自由派骑手胡春华落选政治局委员 道约中国四位现任副总理之一 曾被认为有望接替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春华 在周日落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 标志着一颗曾经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 黯然落幕 作者可能不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数从来就无定制 比如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20人 15届为22人 16届为24人 17、18、19届均为25人 这种人数设置全看实施政治需要 根据人数减少来判断临时更改名单 是完全不了解中共内部运作方式的外行化 更重要的是中共党内早就没有自由派 胡锦涛从2005年开始明确反对西方在中国的颜色革命 吴邦国更是提出五不搞 党内自由派这名号早就专职李锐、李慎之 及炎黄春秋杂志的一群主要作者 号称两头针的党内退休老人 胡锦涛以他们从无往来 不知道何时成了这个派的棋手 他掌握的中国自由派究竟是由哪些人组成 更重要的是 胡锦涛的仕途搓跌不始至于二十大 如果这位作者愿意查一下西方媒体 就会发现团派失事始于2016年 BBC中文网曾在2016年9月30号 发表一篇习近平打压团派势力的综述 英媒称习近平为十九大布局打压团派势力 其中提到团派是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堡垒 伴随着胡锦涛的崛起而形成的非正式派系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中 曾有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任职经历者 有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刘启宝和胡春华 但在习近平时期 他重用自己任职省份的浙江邦官员 加上一点福建邦打压团派 几年之间 共青团中央年度预算已经被削减了一半 BBC引述路透社三个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说 其实政治局七常委中 除了63岁的习近平和61岁的李克强 在2017年的十九大不到退休年龄外 另外的五人都非常有可能退休 习近平会在十九大期间 试图阻止团派主宰 由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的位置 根据是 其实中国官媒撰文批评共青团中央 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 中国官场与驻华外交界普遍认为 习近平主导了这些批评 这一资讯后来被证实为真 因为胡春华等团派势力在中共高层政治中地位 自此示威 因此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将胡春华失事的时间 往后推了整整六年 二十大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 就是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会场上被驾走 猜测颇多 最流行的就是这个版本 习近平给了胡锦涛一份完全不同的名单 他在会场上提问而被带走 除了有几位纯语专家解读那段视频并标出原话 否则不会有真相 但我想指出的是 两份名单之事不可能发生 因为这次会议最大的主题是解决习近平的连任问题 这种大会的筹备与各种沟通往往长达半年甚至更长时间 以二十大人事安排为例 据新华社10月24号消息 这一工作开始于7个月前 2022年3月24号 习近平以总书记身份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进行专门研究 讨论通过了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人选酝酿工作谈话调研安排方案 谈话调研和人选酝酿工作在习近平直接领导下进行 从2022年4月开始 习近平专门安排时间 分别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家副主席 中央军委委员谈话 充分听取意见 前后谈了30人 主题就是研究提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人选全部定好之后 新华社9月19号发文昭告中国朝野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 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胡锦涛是个谨小慎微之人 在其当政时期 没有允许儿子女儿从政 其子进入政府系列 是2013年习近平当政之后 此时他自然更不会要求 破格提拔儿子进中央委员会 因为从无地市级官员进入央委之先列 18大后期开始 习近平对团派打压 例如李源潮的示威 以及他为培养官员与哈佛大学合作的 第一省部级干部培训班就此结束 凡此种种 胡锦涛都保持沉默 未曾干预 如今退任10年 突然想在中央委员会的人事安排上表达不同意见 完全不和他的性格及其官场阅历 本文不评价习近平长期执政下的是非得失 只秉持一点 论证先从事实出发 习近平当政刚满10年 这段时期发生的事情 网上资料拒在 不需要在图书馆翻查旧报刊 各位好 欢迎走进今天的明镜读书 今天我们在读书节目当中 起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英国广播公司BBC 文章的标题是 习近平的共同富裕实质 看点于海外评论 文章表示 这一次的中共二十大的会议上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是现代化的一部分 再一次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 中共二十大通过的党章 修改了自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党章 提出的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主张 提出将逐步的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而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报告当中表示 中国是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文章表示 中共的官媒新华社在二零二一年的八月份 习近平主持召开以共同富裕为中心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之后 曾经解释表示 所谓的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富裕 而是全体人民的富裕 这明显有别于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写入党章的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除贫穷达到共同富裕的主张 文章说 共同富裕写入中共党章虽然才三十年 但它作为政治目标最早始于一九五零年代中共刚刚执掌政权的时候 文章说 在中共的宣传当中追求共同富裕是自邓小平以来历届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和现任的领导人习近平都高度重视的问题 但国际间多方统计数字都显示中国贫富差距正是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迅速加大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基尼系数自一九九零年开始一路上升 仅在十年间就超过了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作为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一个国家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 重要分析指数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多年以来居高不下 基尼系数的数值介于零到一之间 越大则意味着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文章表示2021年9月份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局长 在发布的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 新发布会上承认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 在2008年达到了最高点0.491之后 2009年至今呈现出了波动下降的态势 2020年降至0.468 路透社对习近平过去十年所作的总结认为 习近平把消除绝对贫困视为中共过去十年的一个重大成就 但是消除贫富差距证明是一个更加艰巨的难题 特别是城乡收入的差距 文章还表示中国与美国一样仍然是经济大国当中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另外文章分析表示在海外观察人士看来 中国政府近期出台的多项监管政策 对诸多民营企业的整顿和打击 都是以促进共同富裕之名而展开的 这些包括了教培行业 电子游戏行业 娱乐行业 科技行业 互联网巨头 电子商务等等 另外一个方面 中国多名民营企业家响应共同富裕政策的号召 踊跃慈善捐款 中国媒体报道表示 阿里腾讯先后宣布了千亿元规模的共同富裕基金 字节跳动 拼多多 京东等一些互联网企业也都纷纷宣布了相应的目标和计划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道认为 中国先支付的时代正式结束 习近平在第三个五年任期继续掌权之日 确认了中国新经济道路的未知性 既从资本主义转向一个更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模式 而澳大利亚的前总理 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 最近在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撰文表示 在经济方面 习近平以意识形态为由 颠覆了邓小平35年的增长模式 那共同富裕为什么对中共如此重要呢 文章表示 习近平2013年上台至今 曾经多次就共同富裕问题讲话 习近平曾经表示 中国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千万 而贫者时糟糠的现象 他承认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对中共执政合法地位的重要性 他当时表示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 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 文章说 共同富裕作为一个重大的方针政策 多次出现在习近平中共二十大报告当中 在报告当中 习近平表示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分配制度 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为共同富裕构建分配制度 被有些评论称为是中共要走劫富济贫的道路 为此中共的官员多次的公开否认 美国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 今年曾经刊登了中国政治高级研究员吴国光的分析报道 认为习近平力推共同富裕政策有三个方面的目的 首先是消除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 因为这些是中国要实现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目标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难题 第二就是共同富裕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实际上是一个民粹主义战略 要振兴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 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和习近平的个人权威 第三就是要促进中国社会主义专制制度 在化于道德物质和制度上 相对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 在世界范围之内传播中国模式 美国布鲁基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何瑞恩 对习近平力推共同富裕政策的目的 分析认为 随着习近平反腐工作最初引发的震惊 逐渐的消退 他通过向富人磕重税等诸如此类 倡导社会更加平等的动作 为自己提供了一个与人民结盟 反对权贵的新机会 这种努力还有一个必然的好处 那就是限制中国的新寡头们 不要挑战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掌控中国的权威 纽约时报的报道也认为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有政治目的 既加强公众对习近平领导地位的支持 同时鼓吹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比西方制度优越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经济学家杂志发表的文章认为 习近平主推了一个以振兴国有企业和大规模工业政策 为主要内容的新发展理念 对私营行业实行新的限制 对科技房地产和教培行业发起了政治攻击 并且把共同富裕作为工作重点 这些与中国在商业活动当中的国际经济政策相匹配 这是以习近平的双循环经济理论为基础 即中国有必要自给自足和重新确保中国自己的全球供应线 以应对习近平认定的美国从系统上与中国的脱钩战略 文章表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 曾经就中国的共同富裕是否能刺激经济双循环撰文认为 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同富裕不是通过提高工资的方式 而是将它认为企业和富人的超高利润 以政策转移支付和企业及富人捐赠的形式 转让给中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家庭 通过这种方式 中国政府可以保持国内工资的竞争力 同时通过有效的向工人和中产阶级提供更多的商业利润 提高整体家庭收入水平 佩蒂斯认为这么做有三点需要特别谨慎 首先中国的企业和富人所捐赠的数额 只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非常小的份额 在2017年仅为GDP的0.2% 因此中国想通过第三次分配的方式共同富裕 不仅需要大量增加私人捐款 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对捐款形式进行重大的调整 第二就是通过迫使私营部门承担中国收入分配再平衡的主要调整成本 倡导共同富裕有可能会破坏中国的经济活力 第三也是佩蒂斯认为最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西方不同 他表示在西方家庭收入通常占到了GDP的70%到80% 主要的收入扭曲体现在富人和非富人之间增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 然而在中国家庭保留的份额要小得多 大约占到GDP的55% 虽然收入不平等肯定是中国的一个问题 但是中国的低消费率主要不是由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造成的 它主要是由家庭收入在GDP当中的低份额所造成的 因此佩蒂斯认为中国政府只有通过直接或者是以社会福利等间接的方式 把收入从地方政府转向家庭 这样才能够推动中国家庭的消费 使其在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当中发挥更为正常的作用 不过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就已经表示 促进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义那一套 习近平还说共同富裕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做好 然后通过合理分配制度把蛋糕切好分好 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的高级研究员 威廉·欧威霍特在国际经济杂志当中刊登文章认为 习近平要实现共同富裕政策所承诺的收入公平 需要征收大量的财产税高度累进的所得税 停止对农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的控制 大幅放宽农村土地权利 以及改变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税收权利平衡 但是习近平迄今为止所出台的侏儒 要求大公司和富人捐款等措施并没有效果 而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税务政策 如就财产税所展开的讨论至今没有下文 他认为习近平最终像拜登一样 都无力改变国家的严重贫富差距问题 而在他看来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所描绘的 是一份鼓舞人心的愿望清单 正像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承诺一样 是鼓舞人心的 而且中国的实际政策正在完成许多西方民主制度 目前似乎无法实施的事情 诸如在绿色能源方面取得异常迅速的进展 但是他也表示习近平的共同富裕 也是一种既要吃掉蛋糕 又要留着蛋糕的不可能的愿望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很请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